嗨,大家好,我是鲤鱼前两天的直播,大家看了吗? 谈谈我现在在哪里? 我就觉得得搞笑,就是我发了一张去买洗茶喝的照片 洗茶为什么还要转我的,然后说要偷喝一个洗茶 那他倒是请我喝呀,他转我的动态,然后请别人喝 我就真是大无语了 我现在在广州的洗茶,他们终于邀请我了 然后要给我自助洗茶,看看他们给我准备了什么吧 说得很难,谢谢 好,我知道我们在洗茶,收到很维持的安排 情侣品是自己很好的,然后可以给你安排了、我们一起去茶 我给你品牌介绍一下我们可以给云鲤鱼锐吧 然后你如何地浆鱼锅? 然后有一个好粉丝,我们是当地的洋梅,搭配我们的洋梅爆炸、 我们的新年口茶区也有非常风景的兴趣的影响 那我都帮你安排一份吧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啊 OK 没问题 旁边有位置你可以上坐一下 他们帮我准备了好多呀 有没有特别豪华的感觉 我喝哪个呢 这个这个这个 很桃 很桃檐 要喝吧 它里面有一个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茶 茶和水果也行 那种盖 下一位下一位 三千加零 这我挑选 接下来想喝一个杨梅 但是真的很难选 它这个里面是没有爆炸 但是是有奶盖的 然后这个里面是有爆炸 但是没有奶盖的 我选择喝一个我没喝过的一个爆炸的 打开心思记的大门 那我来吃吃看这个杨梅蛋糕 我其实没这么吃过杨梅的那种甜品第一次吃 我里面还有杨梅果酱吗 是个很神奇的味道 我感觉它做成果酱就有点不像杨梅的但是还挺好吃的 我感觉我喝的第二杯就已经找到真爱了 下一位我就喝一个牛奶的吧 芋泥牛乳满费 好厚哦 我感觉吃完要喝了 你怎么办 就很牛奶 然后还有芋泥 还有那种小日子 很不错 还有芋泥蛋糕 我想吃一下 芋泥蛋糕 芋泥蛋糕 好好吃哦 看这个芋泥 看它会留下来留心的 好好吃啊 继续 偷多肉毛红肝 似乎 我这个有点 就是养殖甘露的感觉 但是比养殖甘露还有多点毛肝在里面 所以它叫偷多肉毛红肝 这个养殖甘露 它有一种配套的 这个鱼泥是养殖甘露配套蛋糕 我来尝尝一下 很心急 就是感觉 像是固定的养殖甘露 但是它外面那个蛋糕 很有空气感 下面还有块什么 这样 不是芋果的那种迷吗 我现在已经尝了一些 我特别感兴趣的 还有一些就是 我之前可能喝过的一些东西 我可以再浅拼一下 然后再做出我最终的选择 清爽巴勒糍 清爽巴勒糊和清爽巴勒糍 有什么必要 你看 表示疑惑我现在喝这个 清爽巴勒糊 再喝看那个清爽巴勒糍 清爽巴勒糍 清爽巴勒糍 我好像跟他们相信它是很好 再喝一个比较经典的吧 芝士玫玫 就是那个味 跟以前一毛一样 下一位下一位 水牛肉双心猫猫猫 这个好像还给我刚介绍是冰淇 这个很难选 因为这是奶茶队的就是两杯 我选这 下一位 这个我好像上次回国的时候 和 对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像挺好吃的 我来了 我感觉 经过刚刚一些惊艳的几杯之后 这杯就显得有了烧血的一杯 这只多肉羊梅子 因为我刚刚喝这个羊梅子 真的最好喝 我们看看这两杯到底是谁 我很难选择都是这个吧 现在还剩下两杯得喝 快点浅尝结束之后 给他们来一个大排名吧 重磅 太重磅了吧 超大火鸭香蝶糖 这个只能说就是它分量很大 然后还有一两个蛋糕我给吃 我先来试尝一下 一个叫美美雪山蛋糕 高如其名 它就是美美雪山蛋糕的味道 这个我还挺想吃的叫 叶叶爆浆蛋糕 有些许的叶叶 特别有知识 但是我现在要好好的头脑抱一下 想想到底哪个是更好吃 我现在留下了我最pick的几个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多肉羊梅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上次回国喝 特别好喝 是我闺女给我推荐的 第二次我还是觉得很惊艳 就是这只多肉青皮 就是大家去打卡我有看到的 然后就是这个豹芝 然后我也很喜欢 它里面有那个豹芝 不喜欢那个奶盖的就可以喝这个 我留了一款就是有牛乳的 今天喝的所有的里面是有两款有牛乳的 我觉得有芋泥的会比较好喝 还有就是粉桃盐蓝 这个名字真的很可以有喜茶 它里面还有柠檬的清新 这是我留下来的五个 大家可以自己选一下 吃的的话 我刚刚吃的时候就有一直提到 我特别喜欢吃芋泥 所以玉米蛋糕很推荐 而且它真的有爆浆 还有就是这个羊梅蛋糕 我第一次吃就是有羊梅的甜品 觉得这个最后就是那个茅茅雪山蛋糕 它的口感就是像空口吃羊汁干物的感觉 加上它有一点点酷丝的奶油 所以也是全新的口感 虽然所有的都浅尝了一下 但是剩下的呢 我们也是觉得不会浪费的 我和很多做人一起好好的享受 大家也不要浪费粮食哦 那今天洗茶邀请我过来 都浅尝了一下 我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些啦 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喝洗茶 所以我也很开心 虽然我在直播骂了一下子 我决定我不推荐洗茶了 不推荐了 那结果是好的 那就这样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